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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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戏当年怎么演的 有些老演员 他们没见过 到底不一样 所以这次在排练中 那么不单我排和交几个吴松 但是包括潘金莲 西门庆等等等等 整个的全剧的把握 我给他能够把他安排的 是盖派的名剧的吴松 还不是一般的吴松 本期口述人张善林 生于1940年 京剧表演艺术家 盖教天之孙 好听 这是盖教天一生中 参加表演的第一部 也是唯一的一部 彩色京剧电影《吴松》 这部电影拍摄于1963年 画面上的盖教天 已经75岁高龄 但动作仍然干净利索 唱腔苍净有力 这种舞台上的功夫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练就的 盖教天本名张英杰 1888年出生于河北的一户贫苦家庭 八岁就进入天津龙庆河科班学系 十二岁是为养家糊口 从天津远赴上海投奔亲戚 那时的旧山海 十里扬场 大大小小的戏院众多 是京剧艺人最重要的码头之一 这一天亲戚介绍小英杰 到一个小茶庄里试戏 她在科班里基础打得好 她的老师 老齐先生 那对她严格基础打得好 什么都教 什么都学 是吧 那么基础打得好 以后到了上海以后呢 开始到茶庄 先演语处 调金龟 老蛋 看一个小老蛋的 嗓子嘛 那个童嗓啊 嗓子好 第二天又唱个老生戏 第三天来个武生戏 最后来个小花蛋戏 这一下子这个小神童啊 是这么样子一点点的 老板看啊 光前老板就是为了卖钱了 是吧 有人看上海就是新奇 要有新鲜感 上海这个十里阳这么一个早就是市场经济的舞台 就这样张英杰小露伸手 顺利通过考核被留在茶庄唱戏 当时他的艺名叫做金豆子 这是在天津科班学系的时候 师傅看他年幼并且聪明伶俐为他起的 张英杰暗想 现如今在上海正式唱戏 当然得重新起一个响当当的艺名 当时最红的是谭心培 谭老板 他的艺名叫小教天 当时我祖父祥叫小小教天 就借他的光啊 就跟现在一样借谁的光啊 我叫小小教天 才能成名啊 名气才响啊 他那小金豆子 打不响啊 但是同行之间有的人就笑他 说你这个还能叫小小教天 小教天当时最红的时候 你怎么叫小小教天呢 根本看不起他 你还配叫小教教天 讥讽他 当时他的性格 一下子 我不但要叫小小教天 我要叫盖教天 这是他自了起的 我要盖过他 我就要立即要盖过他 在天井学系的时候 盖教天只是个跑龙套的 什么都会一点 样样都学得有模有样 到了上海之后 他把自己未来的主攻方向 确定在了五身行当 因为过去啊 像一般的了 都是老生 武生 因为特别是 在科巴利的时候 他根据你的情况 老师给你选行当 但是我祖父不喜欢 我祖父他喜欢动 你给他从小科巴利 他学老生 他感觉老生太文气 武淡 因为我大爷爷 他学武淡 但是他不在身边 科巴利 他还不在河北科巴 所以 但是他也想让他学武淡 但是我祖父不行 不同意 他就喜欢大大 啥啥 他这个性格就这个相 所以他喜欢看你五身好 五身漂亮 再说五身 适合他的性格 他喜欢动 想打坏人 打暴卧瓶 所以他平时 他后来不是吗 到哪儿打流氓 他各方面 他那个看了不平的事 他就要管 京剧里的五身 主要分为两种 长靠五身和短打五身 长靠五身 一般身穿着靠 头戴着盔 穿着后着靴子 一般都是使用长柄武器 扮的是赵云马超 这样的原物 不仅要有好的功夫 还得有大将之风 短打五身 身着短衣裤 主要使用短兵器 讲究的是 打起来 动作漂亮 身形 矫健 敏捷 盖教天根据自己 身手灵活的优势 主攻短打五身 要想演好短打五身 必绕不过一个 响当当的角色 武松 武松是短打五身的代表人物 在舞台上表演起来 动作令人眼花缭乱 往往能够博得满堂喝彩 京剧里 关于武松的剧目众多 像狮子楼 石子坡 打虎等等 都很受观众的喜爱 该叫天心之既然要专攻短打五身 那必须要把这人人都演的武松 演出不一样的风采了 这样才能在藏龙卧虎的大上海 站稳脚跟 他的武松戏跟别人的武松戏不一样 你比如说 那天你看全部武松的飞龙谱 打那个武术那个骚子棍 这就是他创造的武打 他把武术的武打 发展到戏区里边去了 打虎就用罐 石子楼就用刀 武松打电了 小匕首 蒋文神了 空拳队 队打 到了飞云谱了 你打什么兵器呢 全用过了 他就看到 想到了飞云谱蒋文神 拍了四十名的弟子要暗害他 办的是卖艺的 就搞武术的 有各种真刀真枪 兵器 武术的兵器 是其他那个 那个大骚子就是武术上的 他就把他那个兵器夺过来 跟他的敌人打 那么这一套东西 创造了新的武打城市 他也可以不用这个 他还是用刀打 他不 他发展了 当时这种武器 戏去打 不会打的 他又从去学武术 把武术怎么打的 他改成那个 包括那个 他那个手铐 他就有生活 有人物啊 符合情理啊 没有兵器啊 他手铐 把脱掉以后 手铐那个链条 用这个来打 这个怎么打呢 他就把武术的七级边 九级边 那种 把武术的九级边 那个东西 诶 改成这么打 盖教天 把自小学过的武术动作 融入到戏曲表演当中 别人的武松 往往是花拳秀腿 而他却能施展开 十八般武艺 动作火爆 却又收放自如 十几年间 盖教天对武松戏不断创新 这不仅让他走出了茶庄 走上了 旧上海最有名的大戏院 天产舞台 还为自己博得了 江南火武松的美名 当时 无论是达官贵人 还是普通戏民 无不以一睹盖教天 在舞台上的风采为荣 富贵不能赢 他始终尊重艺术 坚持自我 剧款跟一个请你唱一唱会 不唱 就这个的鼓起 这就是盖教天 威武不能屈 他历尽辛苦 最终重返舞台 他那心 啪一下就在床上 就自个砸断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燕子掠水从两站多高的酒楼上跳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 那么我祖父追着他翻下来 当时那个演员呢 没有让开地方 那我祖父翻的时候 发现要扎扰他 在上头一变身以后 下来以后腿崴了 把断了 就这么一个断了 但断了以后他能够金机独立地站着 一直到闭幕 在倒下 后来人问他你为什么 不马上倒下 他吴松是英雄 吴松在舞台上 人民群众对他非常敬仰的这么一个英雄 我不能倒下 能坚持到最后 当时晚上断了 临时送抢救到医院去 一般的医生就给他 石膏糊上 碰见佣衣就给他接上了 但是接上以后 过多少天以后 石膏一打开以后 腿接歪的 人家一用衣吗 晚上临时给你接上就行了 他不是接歪了 接歪了我爷爷要演戏啊 不能这么这么心的 当时我爷着急就问他 这怎么办 可是医生说 随便说了一句 那除非砸断了从街 好 我走路 这个是河北人的骨气啊 他那个心 啪一下就在窗窗 就自个砸断了 他就这个地方 砸断了以后 连医生就吓跑了 这座精巧的庭院 是盖教天 当年在鼎盛时期 花费重金建造的 盖教天号燕南 当时他为庭院提名 燕南纪卢 可见他对 这座庭院的喜爱之心 自从1934年受伤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 他只能待在这座庭院里修养 这里变成了把他困住的牢笼 眼看着黎原里的后背 博去观众的喝彩 自己却只能被人渐渐遗忘 这对热爱舞台 争强好胜的盖教天来说 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 俗话说 伤筋动骨一百天 常人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加倍小心 卧床养伤 但是盖教天就是盖教天 腿还没有知觉 他竟然冒着 伤势更加严重的危险 开始练功 腿断了以后 接好了以后 他说我当时就 不知道这条腿 已经没有知觉 他说我还坚持练 一百腿 一千腿这么踢 踢踢踢踢以后 这里变个神经 一个月两个月以后 这个小指头动了 他才放心 这颗筋活了 他我就这么坚持 后来这根筋活了以后 能动了 一点一点一点 都动了以后 才再重新练功 本来就是他把这条腿 就不拿就好不了了 因为断过以后再接 他没有知觉 后来有了知觉了 他知道这个腿活了 重新再练 然后再重新上舞台 哪跌倒 哪把气 还是言无诚就这样 演出以后 比断腿提前还要好 言传身教 行动坐卧 处处都有艺术学问 时时刻刻在练功 时时刻刻 什么时候演出 都拿得出来 得意双心 京剧泰斗 不忘尊重 台前幕后 即便出错了 你自个想慢慢弥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法庄家 要报仇 健康 又 tirar 把他打死他 蔣忠他是打暴平 蔣忠是惡霸 为民除害 打虎又不一样 打虎是老虎 他害怕的 他还是有害怕的 不是说 很忙碌 所以三个 人物也好 三个情况不一样的 吴松的表演都要不一样 在吴松打虎的 这个段落里 一般武生往往只注重打的过程 动作精彩 但盖教天设计了 人物精的表演 吴松一见虎 抽了一口冷气 亮了一个骑马式 人物紧皱双眉 凝视老虎 因为抽了一口气 所以嘴角微微 往下搭了 这些动作和表情 正是盖教天 从罗汉塑像中 吸收创造的 正是这些细腻的人物刻画 构成了为人所称道的 武生盖派表演艺术 他讲给我们听 我们慢慢才理解 所以他们现在也 我也是一样 用我爷爷传授给我们的 武保留的传授给他们 跟他们讲 你且要记住这个方面 不是打套路 要打人物 打感情 要真实的武打 但是大中还要美 它不是生活中的武打 不是武术 是戏曲 是中国的国剧 张善林从小是跟着自己的父亲 盖派第二代传承人 著名武生张义鹏学系 他15岁那年 父亲过世 他便来到了杭州 跟着祖父盖教天 学艺近十年 在祖父身边他发现 自己所经受的训练 比之前更加严格 时时刻刻在练功 时时刻刻 什么时候演出都拿得出来 而不是两个月不练 等到下个月要练功了 快快快 那不行 这就是 也应该说是我们张家的 一个传统吧 他跟我们也说 行动作卧不能理这个 就是哪个 他问我哪个 我们说是吗 就是艺术 你看我们在家里 扫地不要说了 有时候我们的院子 上海那个院子里 娇花 有时候拿那个娇 娇花都要求亮相娇花 你别 那不行 你既然是娇花 你就跟舞台一样亮 还有呢 我们那个 有时候远了拿那个橡皮的 开的那个自娇 也得 有像 他就说行动作卧都要有像 他要求你这个 平时做呢 跟你说话 跟他说话 都很讲究 他要照顾四面八方 因为观众四面八方 你不能老这么看 你那边就看我这个 要这个像 借鉴一点 那看到我脸 所以哪个角度都是美的 哪个角度都能拍照 张善林十七岁那年 七十多岁的盖角天 带着张善林合演了一出 一剑筹 从此开启了张善林的舞台人生 张善林从祖父那儿学到的 除了舞台技巧之外 还有 黎原义德 像我爷爷教我们演出 做人等等 他都告诉你主意 在后台演 见人 见配角 见打鼓的 打鼓有时候也错的 最有规矩的就是 我们在舞台上 啪一个亮相 打鼓没打好 看他演 这就属于不礼貌 翻场过去传统都不允许的 你自个儿要出错 允许人家打鼓也有 不打出错的问题啊 你不能瞪他演 这就是属于给人翻脸了 就是不懂规矩 不允许 即便出错了 你自个儿想慢慢弥补 过去 不允许这种 他都教我们的规矩 这也是个义德 问题 所以我祖父就是跟我们 就是教我们细流 教我们坐那儿聊的 全谈进去的东西 当时我们也 没听进去 但是后来还是 这个这个熏陶的厉害 灌束的厉害 反正现在想起来都是事啊 时光荏苒 张善林从祖父身上 学的一身真本事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 著名一生 如今更是作为 丐派艺术的主要传承人 活跃在京剧界 经常组织各种 以丐派表演为主题的演出 他希望 倾注了祖父一生心血的 丐派艺术能够 一直传承下去 我上次谈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权利擅自老去 我要坚持 因为我有这个责任 这是我们的国家的国宝艺术 我有幸得到我父亲 我祖父的亲寿 得天独厚 我不传下去 谁传下去 那么我这个责任在身 我就要辛苦一点 但是我要 把我身体调整好 虽然走下坡路了七十多岁 我在下坡路上 我走得慢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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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